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持续带大家来关心这个国际的局势 那么尤其是以离冲突还在持续的增温当中 以色列光是24小时之内空袭就超过了1300个目标 以色列23号再对黎巴嫩的真主党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 以军方表示他们过去24小时之内执行了大概650次的打击任务 使用超过了1400枚的弹药攻击超过1300个目标 只不过以色列轰黎巴嫩当然造成了不少死伤 包括了至少492死1645伤 这已经创下了单日伤亡最惨重 所以现在居民只能往北赶快逃 黎巴嫩就说了这是数十年来伤亡最惨重的一天 以色列现在控真主党藏匿武器 因此他们将大规模空袭黎巴嫩的东部 阿拉伯国家现在也强烈的谴责以色列升高对真主党的敌对行动 使得情势加剧到一年来不曾有过的严重程度 只不过现在以色列在袭黎巴嫩真主党也发射百枚火箭弹来还击 其实以色列说23号大约有165枚火箭弹从黎巴嫩飞过来以色列 这也是以巴战争爆发以来首次由远程火箭弹从黎巴嫩发射前往以色列 而以色列的民众就可以当下直接在自家阳台看到这个画面 我们都知道嘛因为他们在飞弹打过来的时候一定要拦截 而他们其实只要在他们自家的阳台就能够看到了铁穹的表演 那么呢真主党2日3号回击朝以色列第三大北部港口前市 排法发射大量飞弹以色列启动了这个防空系统铁穹来拦截 民众就真相目睹只要站在他们家的阳台就可以目睹到这样子的状况 那你看到的是中东想压制以色列 但是现在恐怕就连美国恐怕都做不到了 以军空袭黎巴嫩增加了492死超过1600人受伤 而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却还是很强硬强调不会坐等威胁 他说呢他会先发制人以军正在摧毁真主党数千枚瞄准以色列城市 跟民众的导弹以及火箭弹 只不过现在伊朗的新总统是力挺了真主党 那么中东国家一致谴责以色列 我们可以看到是伊朗的总统培泽斯基安 他是怎么讲的呢 他说希望和平生活不要战争 是以色列企图制造这一个全面冲突 所以以色列呢是希望把整个中东突入战争 而埃及也跳出来呼吁联合国安理会 是不是应该要进行干预了呢 伊拉克也要求阿拉伯国家在联合国大会的场面召开紧急会议 沙国呢甚至在X对黎巴嫩的预袭做出评论 警告这个地区暴力加剧的危险 对于地区安全跟稳定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就连土耳其的外交部 现在呢也发出声明来谴责以色列 把整个地区突入到一个新阶段的混乱 指责无条件支持以色列的国家 正在协助纳坦亚胡的政治利益进行杀戮 而我们大家看到是白宫官员说 美国呢美国到底在干嘛 他们说美国正在努力呢 和缓和着以离的局势 但是这个主持人都听不下去了 直接说努力 怎么努力 我刚刚听到纳坦亚胡 是直接无视了美国的呼吁嘛 那么这个美国的国安顾问 科比就直接说了 我们仍然相信这里有时间和空间 达成外交解决的方案 这是我们在努力的目标 不过显然连主持人都不相信 那我们大家看到是中东大战一触即发 现在各国紧急防变争阻挡2.0 你可以看到呢 包括黎巴嫩经历了20年来最血腥的一天 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会不会是一个更大规模战争的开始 其中的核心还是真主党 相信已被拥有15万枚的飞弹 而在伊拉克这边 亲伊朗的伊拉克 伊斯兰反抗运动的民兵组织表示 一对伊拉克 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谷 这个目标发动了无人机的攻击 那么在伊朗的媒体也报道 当局逮捕了12名被控跟 速敌以色列共谋的人 那么现在就担心整个中东局势 是不是要一触即发了 美国国防部就说了 将增派少量的美军到中东去作证 他说他们也是极度谨慎 但是已经充实在这个区域的部队 前CIA局长就说了 黎巴嫩通讯设备爆炸事件 是一种恐怖主义 就怕成为真主党第二 现在伊朗军方赶快把这些通讯设备 赶快来清查 还要来看看这背景到底是什么 因为大家都怕下一个爆炸的会不会是他们 倒霉的是他们 安全官员指出伊朗当局忧心 以色列特工渗透 甚至有伊朗人员被以色列给收买 当局怀疑这是不是有内鬼 所以已经针对中阶跟高阶成员 来展开一波更新的调查 我们要来请教一下赖老师 以色列的最新攻击 让人家觉得非常的触目惊心 以色列的攻击基本上来讲 在国际社会间得不到任何肯定支持 而且会得到更多的谴责 我们看到谴责以色列的行为的 不只是中东地区的 其实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都在蔓延 这道理很简单 你先用巡抚机 也就是我们讲的VVCO 造成了这么多人的伤亡 这是你主动的一个做法 而且连美国的前情报人员都认为说 这已经是恐怖主义的手段了 这不应该这样做的事情 但是以色列却这样做了 做完了以后你还不准别人报复 不准别人说有反击的权利 你却无预警的 我讲的强调是无预警的 然后对于黎巴伦的南部 你选择了这个1300个目标 然后发动了1400枚的导弹 不管是从空中炸射 或是从地面直接的攻击 打了1400多个目标 死了492个人 目前而且据说已经突破500人了 然后伤亡这么多的人 而黎巴伦的真主党的反击 或者是攻击 顶多也不过就是165枚的火箭弹 也就是你用高速度的高杀伤力的 而且几乎是无法拦截的导弹 去攻击黎巴伦的这些军事设施也好 或者是平民的居住的地方也好 而这个真主党 黎巴伦真主党的反击 却绝大部分被你的铁穹所拦截下来 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 不成比例的作战了 一个打了1565枚 一个打了1400枚的高音速的导弹 甚至这个无法拦截的导弹 那造成的伤害 以色列几乎豪华无伤 而黎巴伦却死伤这么的惨重 而里面有多少个这些平民百姓 所以眼看的没有宣战的宣战 就是没有宣战的战争 看起来是全面要爆发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留意到 在伊拉克的什叶派的民兵组织 也已经看不下去了 也动手了 那叙利亚呢 哈马斯呢 叶门呢 最后的就是伊朗 伊朗的总统这次在联合国里面 就是说他知道以色列的目的在哪里 企图心在哪里 但是他不想上当 他说如果我一旦卷入这个战争 这个战争就是全面性的开战 就不可逆转了 中东地区的战火就要延伸了很多年 那大家在问的几个问题 就是说内塔尼亚福的底气平和来 就他怎么敢这样做 而且整个中东地区也好 联合国也好 大家都看不下去了 而他底气在哪里 我们看到欧洲目前来讲是比较安静的 结果是美国 因为当大家在问美国说 你到底能不能够阻止这场战争 他说我们在努力 那大家心知肚明的就是 你嘴巴讲在努力 你暗中你却给内塔尼亚福 那么肆无忌惮的底气 原因在哪里 原因就是你有手段的 你有实力的你可以停止提供钱给以色列 你可以停止提供这些武器弹药给以色列 你甚至可以制裁以色列 这些都是你用在不听你话的盟国 你所用的手段 你为什么今天对以色列就一点都不敢用 没有一吃一毫敢用 而且连真正的手段都没有的情形下 内塔尼亚福当然很清楚知道说 你表面上讲说你在努力 你要求中东第一的和平 是在忽悠中东地区的人 忽悠全世界 其实你暗中是希望我打的 因为你看我怎么打 我就有怎么有钱 怎么有武器 怎么有弹药 所以对以色列来讲的话 他当然是无忌惮 但当然卯足全力就打下去 当然想把整个战火 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 最好把伊朗也打下来 也就把伊朗也卷进来 他借这个机会 把伊朗的核设施 一次把它摧毁 这样的情形 让伊朗本身 没有核武发展的空间 所以我们看到 在内塔尼亚福来说的话 他当然想把整个战事扩大 而不是想把它收手 唯一能够对以色列产生压力 产生制止能力的就是美国 可是美国却实际上 什么都不做 我们就可以知道是两面手法 表面上忽悠 暗中继续支持以色列 继续干下去 我们来问一下舰长 因为这短短的24小时之内 以色列就猛攻了 这黎巴能超过1300个目标 这个军火可以说是 真的是下了很大的一个手段 您怎么看呢 我们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有关于以色列非常多的居民 他们在阳台上面看 他们铁穹拦截这种各式的火箭 或者是弹道飞弹 这当然是对于以色列 他们的各型的防控武器 非常的有把握 因为其实以色列构建了 至少四层的防空系统 最下面一层是我们常讲的铁穹 接第二层大卫投石 大卫投石就已经到300公里的高度 接下来还有1000公里高的 这个箭矢二世 还有更高2000公里高的 这个箭矢三世 所以为什么以色列的人这么样的有把握 但是如果这一些我们讲的铁穹 铁穹上一次在面对伊朗的攻击的时候 其实已经有一点点用到数量不足了 那现在他们觉得很有把握 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用完 以色列军方也来不及通知他们 一旦他在这边阳台上看 然后铁穹用完的时候 弹道飞弹就打来了 所以冰者国之大事 死身之地 所以都不要开玩笑 第二个我们讲到说 现在已经传闻造成 492死1645伤 而且这个死伤的程度还在不断的增加 那我们来看看 刚刚也就是我们谈到 为什么会有造成这么大规模 也就是数十年以来最大伤亡 其实也就是以色列长期以来 对于这些真主党 他们的各式武器 那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有巡弋飞弹 有弹道飞弹 那还有火箭 这些其实他都布放在民宅里面 那布放在民宅里面 以色列没有掌握 以色列一直都在掌握 那无论是他接用的卫星 或者是他使用的无人机 那他其实都不断的在更新这些资料 也就是这些武器的进进处处 他都掌握住 也就是我们看到 现在真主党把这些武器 拿出来用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最后以色列所谈到的 他们最后就使用定位之后精确打击 那这件事情呢 不但不是单一的事件 其实我们还看到说 有关于说更远的距离 我们可以看到 有关于巡弋飞弹 也约略是这个状况 所以我们这时候要回想一下 我们每一年的汉光演习 我们国军是不是把非常多的装备 放在公庙 放在学校 放在公园 这个都是与国际人道法有为的 就是你当你放在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再也不是国际人道法 所可以保障的地方 你看这就是 他特别讲到说 他们放在公庙 这是他们的车辆 他说我们的这个战甲车 CM21放在市场里面 放得多好 外面都没有人看得到 对不起那是外面没有人看得到 你确定没有人看得到吗 不 有人看得到 所以我们这样说 现在作战的形态 已经跟以前不一样 而且如果我们来看 其实之前的 无论是从对讲机 从BBCO到对讲机 其实他们都是 以色列都是测试 这两个装备 当发生爆炸案的时候 这一些真主党的人怎么联络 所以开始定位 定位完之后精准打击 这个就是作战的新形态 是我们必须了解的 不过船长有讲到BBCO这件事情 那么BBCO的爆炸案 也让整个以离冲突再度升温 我们来请教一下 苑老师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很担心 自己变成真主党2.0 包括伊朗都赶快来清查 自己是不是有些通讯设备 都已经被渗透了 我觉得你不得不佩服 以色列的这个情资的收集 从两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 前一阵子的话 那个船呼机再加上对讲机 就是这么多定点位置爆炸 那么当然也有很多 无辜的人被受到伤害 因为你任何爆炸 你可以看到这个最有名的 一个在水果台旁边 很多人无辜的人会收到 但是必须要强调 他这个情报做得非常好 他能够会讲说 就是说真主党 真主党的阿拉伯文 跟那个犹太文赫斯布拉 他们这个都是一样的 最主要就是因为 这个阿萨青的洪水 去年的这个10月7号 开始打起来的时候 我那个时候就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纳塞亚胡 就是先警告真主党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所有伊朗支持的 这个外围的这种 武装力量当中 那么也就是说是 巴勒斯坦就跑到这个 黎巴嫩去的时候 这武装力量当中 实力最强的 那么就从另外一点的话 你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以色列的这个打击的 就是发了1400多枚导弹 打了1300多个目标吧 太准了 1400跟1300 就是打不到自己的目标 就是100枚而已 没有乱打的 没有乱枪打小鸟的 就是每一个每一个 都非常精准打的 那这个的话 其实也说明了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说以色列在这种 发动这一场 虽然是一个全面的战争 但以色列其实发动 是一个非常有把握战争 他们从2006年开始的话 就是这样子 几乎发生了全面的战争 但是没有这么严重 到了2024年 所以说讲到18年 18年 大家翻阅一下 过去是这种情况 但是现在的话 就是说有很多人 确实产生了新的感觉 因为无线通讯 我们每一个人 都活在无线通讯的世界里头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每一个人 这不是针对真主党而已 到目前为止 没有听过一个合理的解释 原来的话 就是说目前的话 合理的解释 真的合理解释的话 会把台湾拉进去 就是你在制造的过程当中的话 就是已经用一种 把炸弹放进去 然后交锋起来什么的 我没有莫衷一次 没有一个具体的答案 但是大家会害怕 会害怕使用的这种无线通讯 有的人的话 就是转接讲说 那这样的话 中美冲突情况下 都会买中国产品 但是你中国本身 要能够发展出 一个非常确定 让大家能够了解到 这不可能有问题的 很难你知道吗 无线通讯就会有后门 所以说未来的话 就是出现了这种 权限的紧张 又不能不用无线通讯 又觉得无线通讯不安全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网络就会回来 带您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新闻大白话 那么这一节 要带您来看看 乌二战监的最新发展 我们现在看到 是现在罗斯的攻势 可以熟悉越来越猛了 那么包括了在乌北 乌中跟乌南都发动了攻势 我们先带您从乌北雷 看起好了 那么乌北俄罗斯人 再次炮击北部的哈尔科夫 在9月23号下午5点40左右 他们试图在炮击这个地方 那么也传来了爆炸声 那么甚至市长还写说 爆炸声来了 你们一定要小心 那么乌克兰的武装部队司令 也正在哈尔科夫附近 调集的军队 他们说正在往这个地方前进 而且调集后备力量 我们可以看到地图 它是在于乌克兰的北边 这个部分 那么在乌中 这个地方总参谋部也说 红军城的地区 已经遭受了18次的敌军袭击 乌克兰军队阻止进攻 俄军他们兵分三路 强攻波克罗夫斯克 但是乌军因为有地势高的优势 所以俄军还难以进攻 只不过俄罗斯的军队 是慢慢的逼近了 乌克兰的红军城 居民也逃离了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红军城就在地图的这个地方 那么在乌中的地方 现在俄罗斯也加紧的来做攻击 乌克兰将进行街头战斗 以阻止俄罗斯来入侵东部的主要城市 那么乌克兰有个上校 其实是讲到了 红军城东南部的 米尔诺赫拉德 以及辛罗迪夫卡 还有塞尔多沃 这些地方 他们其实是正在激烈的战斗 那么当然不止北边中边 甚至在南边的部分 我们要带你看到是 乌克兰现在也遭到了炮击 而且是俄罗斯炮击的一死23伤 一夜七次攻击 包括了在南部大城炸波罗热 很多地方都已经变成了废墟 那么他们说很多处的住宅爆炸跟毁损 所以最激烈的战斗就发生 在过去这一周 俄罗斯地面跟空军每天都使用人海战术 发动了数十波的攻击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现在等于是采取了一个像是包围的战术 希望往前推进 最好是能够拿下了在这个地方的地涅谱 这个地方再来沿着水路上去直攻首都基辅 有人说这就是俄罗斯的最终目标 不过我们带您总结俄罗斯的战术 金融时报说了 俄罗斯人开始从南部绕过红军城 往上形成一个包围网的概念 那么俄罗斯也改变了战术 放慢了红军城的推进速度 试图从侧翼雷包抄 那么现在他还把重点放在了这一个 库拉霍夫周围的领土上 这是南部面临俄罗斯猛烈进攻的一个据点 那么指挥官也说了 这样的做法扩大了战场 而且使乌克兰薄弱了防御更加复杂 独立总统旅21银炮台指挥官就直接说了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的包围 你可以看到是这样子往上包围前进的 正在行程 那么乌克兰现在正在被包围跟切断 这个军队现在迫使他们得赶快来撤离 只不过我们带你看到的是 现在库斯克也陷入僵局了 尽管乌克兰是打到了俄罗斯去 但是现在好像泽伦斯基也急了 我们要先带你看到 这个海马斯清除障碍 乌军深入了库斯克 那么追拍203AM的自走炮 强化打击能力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其实他们说乌军透过西方国家提供的 海马斯的急速弹 对俄军在库斯克地区 发动了多次的射尸攻击 那么乌克兰现在的总统 泽伦斯基的美国之行 围绕着库斯克地区局势展开 英国专家就说了 如果入侵失败对泽伦斯基来讲 恐怕是一个彻底的灾难 只会加剧西方已经日益增长的疑虑 但是泽伦斯基现在是不是在安抚其他的盟友 他说距离战争结束 我们现在是更近了 似乎是想要信心喊话 但同步的也想要拖欧美下水 因为他在演说的时候 他讲到了他提出的胜利计划 希望盟国也可以放宽 使用远程飞弹的限制 他说普京已经偷走很多东西了 但偷不走世界的未来 现在包括连丹麦的首相都帮他暂下说 不要再限制乌军使用西方武器打击俄罗斯 就连包括了芬兰瑞典都也表态支持 只不过美国前情报官说 核战争可能在美国允许打击俄罗斯的那个夜晚 可能就会开始了 一旦美国允许这么做的话 那么俄罗斯就认为你是帮忙他来打我们 这不是玩笑不是游戏 俄罗斯人不会虚张声势 而是直接动手 我们先来问一下舰长您怎么看 现在这个乌军的整个攻势 是被俄罗斯采取了一个是包围的方式吗 乌军是不是有一点节节败退的感觉 我们从刚刚最后 也就是普丁他的对于 如果这些长城武器可以打到 俄罗斯境内他的看法 他当时接受了媒体的访问的时候 他说如果这件事成真 那就是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意思是什么 他就会动用核武 所以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从核武的运用 他是不断的升级 其实这又升了一级 那也就是说 为什么这些北约国家 对于这件事这么忌惮的真正原因在此 那接下来我们从由北而南来讲 现在这个战局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库斯克的战局的话 我们从表面上来看 也就是现在他们的战争形态都是先轰炸 就是俄罗斯对于乌克兰都是先轰炸 然后各种形态的轰炸 然后轰炸完之后 然后再进行火箭弹的攻击 攻击完之后才会进行地面的战斗 这是我们所看到为什么都是炸弹的原因 那其实这一波一波的 让整个一个北边的库斯克的这个区域 其实我们仔细看是越来越小的 也就是这一个乌克兰所占领的区域是越来越小的 如果从这个战争研究所的图会看得更清楚 这个蓝色的这个区域 也就是乌克兰所占领的区域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是9月17号 在各位观众的右手边 这是9月22号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范围逐渐地在缩小 这个红色的位置也就是俄罗斯收复的地方 它其实是越来越大的 那如果说我们再看到 有关于大家讲的红军城的部分 当然有很多的观众都会谈到一件事 红军城都快讲了两个礼拜了 为什么都没有什么动作 因为这个就是真正的欺敌 也就是我先仰攻红军城 但是我没有攻红军城 当然进行了非常多的战斗 那这个是我们讲到实际上 要攻击的红军城在上面这个位置 可是我们看到这个战斗一直在持续的 可是俄罗斯真正进行的是南边这边的 也就是库拉霍夫跟武赫莱达尔的这个地方 他不断的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先各种的飞弹或者长城武器或者轰炸 然后接下来就开始地面作战 其实他一直都维持这个形态 那这一个为什么我们讲到说 这两个城市 也就是库拉霍夫跟武赫莱达尔这两个地方这么重要 因为他们已经是红军城的前面 最后的两个所谓的堡垒城市 堡垒城市也就是当年在克里米亚失线之后 然后这个乌克兰所做的准备 这些城市里面然后城市外面都有非常多的碉堡 跟阻绝设施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说按照战争研究所的图来看 我们看17号到23号 这原来的战事是比较小的 然后现在越来越扩大 而且他的部队越来越往前推进 那不断的强调战争 其实不是你可以不断的单独深入做一个突出步 你做突出步之后很容易被截断 这就是我们讲到说有关于战况的部分 那刚刚如果我们看到CG图上面 有讲到另外一个扎波罗热 当然从扎波罗热沿着涅泊河上去 这是一个战术 第二个我们千万不要忽略 那个扎波罗热他的核电厂是欧洲最大 他提供了乌克兰一半以上的电力 也就是现在如果成功的拿下扎波罗热的话 然后把核电厂的电源停止向外输送的话 那今年的冬天 也就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 以及各个重要城市最冷的冬天 我们现在昨天才刚刚过秋分 大家觉得还好 可是实际上来讲在我们北边 我们刚刚讲到北边的库斯克这个地方 昨天是9度今天是7度 他的晚上最低温 那当然他早上还有23 24度 那就是大陆型气候的一个标准形态 但是我们要注意说 如果现在他都那个电力被截断 无法供暖的话 其实人民跟部队都是苦不堪言的 好 那我们想要请教一下赖老师 我们刚刚有讲到库斯克这个地方 但是库斯克现在好像拿下来的状况 也没有很好 所以泽伦斯基是不是急了呢 当然急了 因为他这支部队也调不回来 对 那他前天曾经想往北再突川 对 就会被俄国的散兵部队挡住了 然后突川的那一小部就被歼灭了 那精锐部队都卡在这边了 至少三个集结化旅以上 最少一两万人 这个对于泽伦斯基来讲是损失惨重 因为本来这支王牌 他可以去支援 例如说红军城 那如果是南部杂波罗热的话 他也可以支援 然后哈尔克夫有危机 他也可以把这个兵力投上去 但是结果这个泽伦斯基的盘算是说 希望能够牵制住 这个俄罗斯在乌东地区的战火 然后把他这个围造救援 或是围厌救灶不管了 那怎么样的话 但是他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目前的一个情况就是 这支军队也撤不回来 被卡在那个地方 卡在那个地方 所以整个东部战区的战局 对泽伦斯基是不利的 那普丁的企图心 似乎已经不像他第一次的特别军事行动了 他原本的特别军事行动所定的目标 就是说原本的这些像 卢干斯克 顿内斯克 他的只是要恢复他传统的边界 因为是有一部分的边界是被乌军占领的 他是想把他赶走 像扎波罗热 他也只是想把这个 扎波罗热已经被切两半 一半是乌军 他要赶走 可是现在的整个态势看起来 好像普丁的野心更大了一点了 那么甚至大家都已经推断 不排除地虐伯和以东所有的部分 他都要打下来 目前来讲已经不排除了 所以这个战局对于泽伦斯基来讲 压力是大的 尤其冬天快来了 然后他的寒冬该怎么过 目前三分之二的基础的设施电力被摧毁了 这个冬天不是一个好日子 对于泽伦斯基来讲 所以他这次到美国去的时候 他其实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拖北约下水 拖北约下水把北约卷入这个战火 他的策略之一 这就是他的胜利计划 策略之一就是尽快的让他加入北约 但是这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北约事实上已经是拒绝了 也就是说不可能让你加入北约的 因为你现在在战争 那你一加入就是我们跟俄罗斯的战争 这等于是间接宣战 所以不太可能 第二个就是对远程的导弹的使用的问题 我估计也不太可能 因为英国的首相 在泽伦斯基要去纽约跟拜登见面之前 他先到美国跟拜登有见面 拜登就跟他打哈哈打走了 就是没有考虑 那没有考虑的原因 是因为他判断 有能力提供 或是已经提供给乌克兰远程导弹的 像美国ATACMS 那乌军能使用的话 俄军的对象就是美国 如果用英国的导弹 俄军的对象就是英国 可是你会发现在北约的国家中 目前主张使用 就是放宽乌克兰使用远程导弹的国家 都是没有提供远程导弹给乌克兰的 像挪威 挪威就是主张你要去 应该要允许乌克兰使用 但是挪威没有给 像捷克也是主张要允许他使用 也没给 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 我们台湾话叫做 就是死到有不死平到 就是朋友可以去死 自己绝对不能死 就是这个逻辑 那对美国人来讲 他看到眼泪 对德国人来讲也看到眼泪 所以德国人说 我没有要使用 法国人是嘴巴讲 但是实际上是没有给的 因为法国人一直说 我要给你换项 到现在目前为止 说因为你的训练还没好 后景普及没弄好 所以我还不给你 荷兰给了这个F-16战机 但F-16战机掉了以后 我们也没看到荷兰 在同意乌克兰使用荷兰战机 原因也就是因为 还是害怕被打 那一旦被俄国打了 你要不要捡住战争 所以我看泽兰斯基 这次去美国 可以拿到一些小礼物 但是大礼物应该是拿不到了 不过刚才赖老师有讲到 其实现在各国盟友都是怕怕的 但是泽兰斯基不断喊话 尤其是美国 一定要放欢长城武器 让他去攻打俄罗斯 只不过现在是不是有个隐忧 如果一旦同意了之后 不就等于把美国也卷入了 这场战争当中吗 所以美国不可能参战的 美国是拱火 自己不会挑到火坑里头来讲 所以大家非常清楚 面对这个俄乌之间的冲突 大家拿出非常非常睿智 以及理性的态度 来分析它里面的逻辑架构 这里面有三个地方的话 逻辑是讲不通的 第一个的话 沈伦斯基怎么有机会 跑到联合国大会里面 发表宣言 那不是打得很紧张吗 那库尔斯克里面 自己的精锐部队都在那边被围困的话 你有没有良心 你出这种策略 这个他里面说的话 就是他里面讲了 普丁的偷东西够多了 大家偷不走世界的未来 废话 未来本身就是时间的流程 怎么会偷走世界的未来呢 对不对 你又不是神 所以说大家想记住 你基本上的话 就是他为什么讲世界的未来 他不讲世界的和平 他准备谈和 我觉得这里面的态词 然后第二点的话 非常不合逻辑的地方 他跑到库尔斯克 库尔斯克是很有名 二次大战的反攻之城 对不对 他跑到那边的话 要引发大家的广告效益 其实他讲穿了一话 也是说他自己的策略 这个也是别人给他建议的 他做这种事情的话 就是俄罗斯这话 稳扎稳打 心里看了明白 所以说他整个策略 没有很明显的成功 但是这个也是说明了 这个战争到了 因为俄罗斯通常打仗 面对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冬天要来了 冬天要来的话 变数非常多 其中最大的变数 还不是天气 就是美国的大选 11月5号的话 剩下大概40天不到了 那么大家心里会明白 这里面变数非常大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的话 非常重要 就是说大家都在强调 比赛勇猛 比赛拱火 因为刚刚赖老师也讲得 非常清楚 就是说在英国的话 要不要提供那个 风暴之影 这个远程导弹 其实也不是什么 远程导弹了 也就是说160公里 这种情况 美国要不要提供 答案都是不会 但是其他不相关的国家 像丹麦 大家知道吗 你翻个二十大战士 丹麦多少个 都撑了多久 就投降了 纳粹进攻丹麦 丹麦四小时就投降了 这种国家 怎么跑来挨脚 要大家就打人 就是说基本上的话 反正坐着讲话不要疼 随便你挨怎么讲就讲 看明白一点就好了 好 我们稍微收视一下 广告就会回来 带您继续讨论 欢迎回到新闻大百话 那我们现在要带您来看一看 这亚洲的局势 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 还记得吗 现在被中俄盯上了吗 日本现在急撤梁月号的舰长 我们带您回顾前提事件 是从7月4号呢 当时梁月号误闯大陆浙江领海 没想到在8月26号的时候 解放军孕九就开始闯日本的领空 陆媒就说了 这是为了要回敬 7月自卫队舰艇进浙江的做法 那么9月23号的时候呢 俄军反潜机三度来侵犯日本的领空 传出呢 现在是不是日本做出相对的回应 就说要把梁月号的舰长给撤职了 所以有一说就说 这个是不是日本想要来跟中俄雷设好呢 而现在俄军反潜机三度侵犯日本领空 日本战机首度发射热诱弹警告 那么可以看到这张图呢 俄反潜机12383度侵犯 日本北海道李文岛附近的领空 日本航空自卫队战机发现之后 紧急升空阴影 也且首度实施热诱弹来警告射击 俄罗斯军机三度侵犯了 林方健就说了这是极其严重的抗议 日本海自梁月号驶入中国领海之后舰长 不清楚舰艇的位置现在被解决了 他说因为当时他没有注意到 而且船员在船上的运作也有缺陷 而现在中俄是不是要联手了呢 日本防卫省说中俄第五次海上联合巡航 8加1艘军舰穿越中古海峡 进入了太平洋 日本防卫省他们说9月23号通报 中俄第五次海上联合巡航 一共有9艘军舰编队通过俄罗斯 与日本北海道间的中古海峡 进入了太平洋 日本的海上自卫队呢 航空自卫队也派出了三舰一机 进行预警监视 当然还要资料搜集了 那么中国815的电子侦察船天狼信号 22号晚间也出现在北海道的李文岛 西北方60公里的海域 随后跟随着中俄舰艇编队 穿越了中古海峡 进入到了太平洋 那么他们就觉得 就是中俄是不是来联手 对付日本了呢 那么现在中俄在日本海展开军演 纳入防空跟反潜武器 中俄首次在北太平洋联合巡逻 宣称非针对第三方 有人就说了 他们就非针对第三方 是不是在回应 之前这个我们前一天讲到了 美国总统拜登不是找来了四方会谈 也说没有针对第三方 偏偏布林肯第一个谈的就是中国大陆 所以现在他们是不是也回击说 我们也不是针对第三方啦 是要给你好看吗 那么现在美国想要介入南海 但是被大陆拒绝了 中日副外长来会晤 孙伟东要求日本停止 对南海问题指手画脚 他说呢 请你们不要这个 对于这个中方的问题上面 在南海呢来做一些指指点点 澳洲智库就说了 中国大陆在印太的军事实力 已经超越美国了 澳洲智库报道指出 美国不再是绝对的军事强国 如果在亚洲发生了冲突的话 大陆有地缘优势 甚至能够更快更好的部署 共军南部战区司令上周到夏威夷参加 印太司令会议 他们说是应美方邀请18号到20号呢 去参加美国夏威夷这边的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 期间跟泰国新加坡 菲律宾英国 法国等国来进行双边或是互动交流 北京方面就说了 他们只是要讨论落实两国元首的共事 关心共同的话题 有人就说是共同话题 是不是南海跟台海的议题呢 那么其实他们早在之前就已经视讯通话过了 那这一次在夏威夷会面 是不是就觉得面对面台会比较好 不愿意就具名的这个军事专家就跟环球时报表示 其实美国的邀请并不是表示 他们真的很想要邀请中方 他们还是呢 可能会与中国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军事摩擦 我们先来请教一下赖老师 你怎么看这个两月号的舰长现在被解职了 你觉得有办法消除中俄的这把火吗 我个人倒是觉得说不要不信邪了 就是我们多次的在节目中跟各位观众朋友分享 我的研究的一个结论就是说 中国大陆目前的一个对外的一个政策 就是说你不要轻易地改变现状 如果你主动的片面的改变现状 现状就回不去了 就好像说裴洛西来台湾 台海中心没了 防空识别区没了 这个就是你如果你台独的你要偏偏改变现状 现状回不去 日本也是如此 南海当初也是如此 南海当初就是菲律宾想要在黄岩岛 偏偏改变现状 现在现状就中国大陆控制 钓鱼岛日本的这些当时的这个四院生太阳 东京知事想要偏偏改变现状 钓鱼岛现在中国大陆控制住了 好 这次是日本的军舰 这艘导弹驱逐舰是在于浙江 中国大陆的长江口实施实弹演练 实弹射击的时候 它进入了这个海域 然后中国大陆发现了 告诉你离开 从毗林区开始就告诉你离开了 可是这艘船进入到领海 20分钟再被驱离走 那第一时间大陆就向日本表达严正的抗议 要求日本做出一个交代 日本当时的岸田文匠也好 还有就是林芳正官方长官都说 这个没有法律的问题 没有问题 这是无害通过权 当时 可是我们都知道这些欧洲的这些反中的媒体 他们自己在分析的时候都不敢再说谎 不敢再拉偏价 都看到国际海洋法公约写得明明白白的 这个就是一个违反了 这个海洋法公约的无害通过权 因为导弹射击期间 你的最艘战舰是有情报收集能力 而且有作战能力 你进入这个演习区 这基本上来讲就是不对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不构成无害通过权 好 中国大陆要求日本再给解释 日本后来就改口了 说是设备故障 设备有问题 然后再来就无疾而终了 好 我们看到那你日本既然都是这么说 那大陆当然就礼上往来了 不但飞机进来了 船进来了 到辽宁号航母从这个 这个云纳国岛跟西标岛穿越 然后再也没有所谓的你日本 你不再有所谓的领空跟领海的问题了 因为中国的战机要来就来 要走就走 战舰要来就来 要走就走 已经没有领海领空的问题 你认为日本撑得住吃得消吗 根本吃不消 吃不消了以后 现在只好开始说了 你看又开始说谎了 这个舰长说 他们不清楚舰艇的位置 你已经被告知了 你已经被告知说你已经进来了 还不清楚舰艇的位置 那现在日本就以这个玩 以这个代夫指手 来的理由把他割掉了 对 把他开了 而且就在什么呢 就在QUAD开会的时候 通报中国大陆 那你像你这日本什么意思 一方面跟拜登在那边开会 说要反中 二方面就通知中国大陆说 我已经把我的舰长干掉了 开除了 现在还有更多的涉案的军官 都准备要寄过了 你平火吧 平火吧 这个以后不要再来我家了 我觉得日本人做这种事丢脸 一直在说谎 从来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我们来请教一下舰长 那你又是怎么看的呢 跟大家报告 现代化的舰艇 我们不要讲梁月 现代化的舰艇 其实它都有非常多的定位系统 航海它可以接用GPS定位 然后而且我们讲到梁月号 这么接近中国大陆 已经进入12海里领海的时候 雷达早就已经看到了 雷达最少可以看到36海里 那所以雷达早就看到了 这是第一套定位 第二套也就是战情室 它还有一套定位系统 它也同样的用雷达 还有用GPS定出船位 这是第二套 第三套也就是现在我们常常讲的 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 接上电子海图 这是第三套 你这三套都 你都没看到吗 对不对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讲 舰长也是可怜 人头借日本政府一用 对不对 那以后再慢慢补给你 这也是一种可能 那我们刚刚讲到 现状就回不去了 什么叫做片面改变现状 现状就回不去了 我们看到辽宁舰就是这样通过 通过宇纳国岛跟西表岛中间 这个浅蓝色的地方代表的是 皮帘区或者是临街区 深蓝色的地方代表是临海 但是日本一直抗议 你要抗议什么呢 那进入临海都有无害通过 那至于说 如果说是临街区的话 只有海关财政移民 以及卫生有关 我想请问一下到底福建号编队到底是违反了哪一项呢 一项都没有违反 那我们看到说 昨天这个其实就是海上巡逻机 但是他也肩负着反潜的任务 所以他屁股后面有突出来这个 这个我们叫做MAD 也就是磁测仪 测量地质的变化 看看水下有没有潜见在 那他多次的通过进入这个 中古海峡的这附近的日本的领海 那结果日本呢 我们看看日本的反应就有趣了 为什么日本一开始就讲说 我们现在发射热焰弹 首次啊 是不是很重要 是啊 然后他就说 没有那个发射热焰弹 并不属于射击 那所以这就是让我们回想到另外一件事 中国大陆对于抵近侦察的美军 这一些飞机不是也打热焰弹吗 不是也对菲律宾打热焰弹吗 你们那个时候是怎么讲 哎呀不专业 这个时候我想请问 日本专不专业 日本也不专业吗 是不是 你干脆也讲日本不专业 这就我讲的 这个是美国航空总署的规定 本来就是打热焰弹 希望你转向嘛 那这时候如果我们回看一下 那个也就是中国大陆最近推出的一个 一个影集叫做《翠火》 他就讲到说 他就是进入 就是说驱离进入领空的这些舰艇 不是 的这一些战机啊 他们就是打热焰弹 所以我之前在节目里头讲说 这个是非常专业的那个举动 现在在日本帮忙这里 好那我们请教一下 渊老师你又是怎么看 今天美国一直想要把手插入到南海的议题上面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好了 就是为什么要明知故犯 明明知道的话 我刚刚跟我们舰长聊了一下 然后呢他也告诉我 这个绝对是知道的 而且刚刚你讲的非常清楚 雷达都已经非常清楚 那为什么要明知故犯 然后这个舰长这个梁月号的舰长 为什么要写下同名状 提着人头来见这个他们自己的长官 然后还被撤职啊什么这些东西 那以后会不会补给他的话 我不晓得 那么是说这个舰长本身做的决定呢 还是日方做的决定呢 还是美方做的决定 为什么呢 因为这件事情知识体大非常严重 他严重的方向的话呢 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的话呢 就是大家可以心里非常了解 日本本身的话呢 就是要改变这个现状 改变什么现状呢 就是日本药药玉市 然后呢 日本药药玉市 绝对不会是建造药药药玉市 就是说甚至于现在这个 要取消他建造职务的这个林芳正 都是想好这个策略了 那为什么会想好这个策略呢 我觉得很清楚一件事情 就是说 刚刚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消息里面讲 在整个主场的 客场的优势当中 这里头的话 在大陆这几年 用这种下水饺的方式 照各式各样的这种大区 055 052 他们其实有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说两个问题也好 东海台海跟南海的问题 所有合起来的话 包含渤海 里面真的要讲的问题 就是中美之间的军力的比较 中美军力的比较呢 到目前为止呢 大家看到的情况 都是用电脑的模拟的方面来计算 等于澳洲这边也讲到 说美国一点胜算的把握都没有 但是大家要了解 美国不是像我们以和为贵的文化 美国都是处处要拿金牌的文化 对不对 在这种情况下 美国要讲说那真的不行吗 来来来试一试试一试 改变现状 擦枪走我试一试 那美国现在的话呢 他手上的棋子的话呢 有三个嘛 第一个的话呢 就是菲律宾嘛 现在看了不太管用嘛 然后第二看到台湾呢 说句良心话 我们自己就是台湾人啊 就是怕的不得了 绝大多数都怕的 我接受采访都强调和平主义 强调和平主义就是说 我发觉这种想要企图打仗的做法 是非常不明智的 那现在的话呢 感觉上在纪录商中的胆子比较大的 有这种能力来逼拼的 就是日本呢 所以明知故犯的答案就是 悦然纸上 大家已经搞得很清楚 就是美国要日本来试一试 那日本是万般不愿意 又不敢不试的情况下 才出